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了DOTORWO的頻道 因為最近我在衛電收到了不少私信 私信裡面就有一些觀眾去問我 我去找別的法國代購好像買到了假的東西 那麼 我該怎麼辦 你幫我看看這個是不是真的唄 我怎麼幫你啊 大哥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搞笑 而且最近不是一兩單的事情 是幾單 有買包包然後就說他懷疑包包是假的 有買圍巾他覺得圍巾可能是假的 有買皮帶然後他覺得皮帶也有可能是假的 所以突然我就萌生突然有一種想法 要不然我們來一個正品房品大PK 今天開始呢 我就會選一些爆款 就是最近爆款爆得比較嚴重的一些衣服啊 或者是一些手勢這樣子 我也會跟大家來一個正房品大PK 就是因為我前段時間我朋友從放完假嘛 從中國回來 所以他就給我在淘寶上面淘了一些 他們說是正品的 但是我覺得是很有很有水分的一些嫁禍 就如果沒有人幫我從淘寶帶的話呢 我可能會回國我在拍這個系列 好 那麼我們今天要出廠的款式呢 就是這個 登登登 摩仕尼 摩仙小熊T 最近呢這個威電的詢問度也非常高的這一款 摩仕尼 摩仙小熊T 很多人人問在沒有乎卡多少錢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款T恤的定價呢 在法国卖是180欧元 就换成人民币的话是1400多块 拿起手机 打开淘宝 你们搜一搜这个 就会发现 有很多写的是 正品模式の扣针 连衣群款 它说原价是1068 然后现在是418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款的话 它是秋冬新款 是没有折扣的哦 我不知道它的这个400多块是怎么来的 它500多块的我也觉得很悬 它1100多块的我也觉得很悬 它900多的我一样觉得很悬 因为这边买了180块 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拿到那么便宜的价格 感觉上是没有什么东西啦 但是很多都是卖400多的 没错 所以乌塔呢其实也是买正品啦 但是我是在淘宝省卖了一件400多块的正品 清这是正品哦 然后我就在法国的Moshino官网上面 淘了一件180欧的 那间呢是从意大利给我寄过来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公开亮相 两件衣服 你们应该能够看得出差别在哪里 但是我一拿上手 我没有去进行过任何类比的话呢 直接是对比一下那些网派图啊 网红图啊 穿图的话呢 其实我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 只是普通的一个T恤嘛 说实话 我之前也买过Moshino的T恤 它的吊牌是做的我觉得没怎么差 我不会说我上网找图片 我把它放到180欧 哇哇哇哇哇 这个店铁是没那么黑的 哇哇哇哇哇 这里是没那么爽的 我没有这样对比 我只是这样乍眼一看 我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 真的很学 但是当我对比一下的话呢 我会发现它门之间确实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那个店家他还一口咬定 他说它这个绝对是正品 他说是因为 他说厂是中国做的 是中国原厂的 所以就是都在中国制作 然后就是出口到外面这样子 他是用这样的方式跟我解释的 我现在不会告诉大家是哪一个店家 因为到时候人家说我诽谤 那我就不玩了对不对 哈哈哈哈 我们先看一下吊牌 大家对比一下哦 这个的脸是非常圆的 然后这个脸是有点咕噜咕噜咕噜滚的 然后它其实这些地方都很像 但这个吊牌会比较白一点点 这个有点掉线啦 但是这个没有掉线 它是缝了一条细细的在这里 然后这个呢它是没有的 这个地方很重要 再翻过来这边 底面呢它是很光乎平整 但这个底面呢它是有这些 就有些毛毛糟糟的地方 这里也有一个吊牌 加小马这个马术在这边 然后这个吊牌呢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意大利语 因为另外一件我怕过海关有问题 所以我朋友就把那个吊牌给扔掉了 当时呢他们那个吊牌呢 跟这个其实差不多 但是它就是这里多了一行字 然后而且是没有了这一个标的 不太一样 然后我发现淘宝很多店家 它如果衣服是有阴影的那一种呢 就是说比较高的那一种 说它自己是正品的话呢 也是吊牌跟这个吊牌是不太一样的 你们可以拿这一个来对一下 对比一下那一标 就是整一个是比较大一点点 前面呢应该就是有一些叶马在这里 它就是完全没有印在里面 就不会有这一种 其实呢乌塔发现 他们两件衣服的颜色其实不一样的 可能摄像机看不出来 它虽然都是白色 但是后面的这一件呢 要比前面的这件要雪白无瑕很多 要洁白很多 说实话那个衣服的质地 这个布料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个布料的话就是 相对来说会比这一件要薄一点点 这一件呢就不说特别坚挺 但是它比较坚挺的那一种版型 就是它立的比较好 就这样立的比较好 但是这件400多的这一件呢 它就比较软 它的版型没有立的那么好 这个就是剪裁cutting还有版型的问题 我为了对比我两款 我都是买了加小马的嘛 两个马叔应该都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领口一致的情况下 我们对比一下袖口的位置 后面这里是不一样的 它的袖口是要大的 两件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它的那个版型 是稍稍有不太一样的 第二个呢是印花工艺的问题 给你们看一下 首先是这个花 大家有看到吧 这一件的这个花呢 要比这一件的这个上面 这个胸口那块要大很多 而且它要宽很多 它这个文字呢 就已经宽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这一块的这个文字呢 就很窄 而且它小熊的颜色也不太一样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熊颜色比较淡 这个印花它整一件印花 都要比这个印花要 然后对比一下哦 这个就是大印花 这个是大很多诶 那个扣针也不一样 这些扣针是这样子的 还有这样子的扣针 这样子插进去的扣针 移到下面你看扣针 有没有发现扣针不一样了 位置也不一样 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不一样 印花是比较清晰的 就有一个Moshino 非常针在这里 后面呢还有一个小阴影在这里 上面这个呢 整一件它都是没有阴影的 你看到没有 没有阴影的 然后这个扣针呢 就颜色比较深 没有那么逼真 这些扣针是扣得乱七八糟 就好像说 这里我空了一个位置 然后没有延续下去 它这些边边呢 坑坑哇哇的 看到没有 这些地方它就是坑坑哇哇的 就是一点都不平整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阴影 但是呢它的毛发呢 还算是比较清晰 这一件呢你可以看到 整个图它是立体非常的多 就是说你不对比不知道 这个你也觉得它蛮立体的嘛 但你一对比这个 这个就立体超级多 这边的毛发呢 它就是比较真 这些地方 这么大一个 然后这个的话呢 它这个脸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 就没刚刚那个那么大 所以说这两个就是有蛮大差的 那么这个就是那间四百多的 Moshino小熊扣针 穿上去是这样子的 蛤? 所以乌塔塔这里呢就有一些 温馨小提示要给大家 如果大家想买一些设置品 或是什么 你最好去查一个欧洲的原价 因为现在所有代购的价格都是透明的 没有什么是有秘密 就好像说我只是收一个合理的代购费 就好像有些人收代购费是10% 朋友呢就是说 汇率乘以8.5 然后再加200这样子一件 他们有些人就收300 有代购贵一点的东西 如果保值多一点的话 可能加500到1000这样子 就是说只要你能够接受 那个代购差价就可以 但是我也很怕有些人 会运用这个心理站 去做一些假东西啦 对 为什么有些网红穿出来的一些衣服 就是特别特别好看 为什么我自己买了同款的时候 穿上去就觉得不好看 因为现在有很多网红店 网美店 他们都在抄一些大牌的设计 把那个大牌的logo换成自己店名的logo 这种 有时候他们穿的应该只有是正品 但是他卖给其他人呢 就是他们自己工厂制造的东西 就是说 有些衣服有些什么东西 然后你版型和cutting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为了赚钱良心都不太好 就你问他是不是正品 他死口咬是正品 然后他就跟你讲 这里的版本不一样 那里的版本不一样 好像我之前很喜欢那个牌子 这个牌子 就SELLBOTTE 我自己也中过招 我就是在别人的朋友里面买的 他说是正品他有是原厂拿的 但是后面发现 一来法国专会一对比发现他不是 所以我后面我就完全不敢买这种东西 我觉得太可怕了 有时候不要贪便宜 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他的渠道啊 或者是什么各方面什么 要不然你就会很容易受骗 哼哼哼哼哼哼 说卖400多 说实话 这样的衣服我觉得是有点贵 因为他版型不太好 真的有点贵 我觉得你在中国 你印一个T恤需要 成本需要多少钱 你就可以想象出来 他的利润究竟去到多少钱 OK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然后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类型 就有点像是 DOTER 500颗 哈哈哈哈 这个系列的话 可能不会这样做 因为我很少会买正价的东西 我通常 大家看我衣服 全部都是买特价的 或者是 有一些我知道它 特价也不会特到哪里去的 就是有一些产品 就是可能特价就会断嘛 或者是 它折扣不会特别低的那种 我就会买 就其他的话 基本上不会啦 真的 不会但今年好看的T恤特别多 所以就剁手 哈哈哈哈 好 那么今天节目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一直在喜欢 UtaUtaTV的话 就不要忘记给微转一赞 然后不要忘记 订阅UtaTV 那我们今天节目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掰掰 咳嗽 咳嗽 再见